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保护我们的果实不被动物破坏或者偷走 那么现在我们逐渐的就开始收获 我们有很多番茄呀,水果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果实现在逐渐的成熟 这个时候呢,这些小动物也就开始逐渐的过来来偷取我们的果实 甚至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呢,我们要想一些有效的办法去驱除它们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松鼠是最大的破坏者 它经常的过来来偷取我们的食品,果实 然后或者是破坏咬一口跑了 再就是鸟,从邻居家或者是从别的地方跑来一些地鼠,欢呀,等等这些动物 那有的家呢,很可能也还有老鼠 像鸟啊,松鼠啊,这是最大的破坏者,它们往往都是在白天活动 那么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办法把它们赶走 当然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弄铁笼子呀,或者弄针刺呀,或者是用一些什么药啊,或者是吐辣椒呀,喷辣椒粉啊,甚至等等 或者是在旁边开辟一片地给它们好吃好喝的供起来,好不要让它们来搞破坏 什么办法都有,每个人呢,根据个人情况分别使用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使用的办法 那就是我们买了一个这个毛头鹰,那么这个毛头鹰呢,用个钢丝,用个钢条,然后把它举起来 举起来以后它会随着风呢,它还得有动,甚至它的头也可以不停地转 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鸟啊,什么东西的都害怕,看到以后就跑 然后这个还有别的什么松鼠啊,也会跑 因为它们害怕毛头鹰,毛头鹰是它们的天敌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弄一个旗子 那么我们自己的旗子挂在那个地方,那个旗子随风呢,飘动 然后还不停地巴达巴达的这种响声 那么所以说呢,这样也吓走他们 再一个就是我们常年雇佣的这个稻草仁 这个稻草仁每年都站在这个钩子上面,然后给我们看地 稻草仁,你辛苦了,不知疲倦,也不睡觉,不吃不喝的 天天在这儿捞累的给我看地 这个稻草仁呢,你需要每两三天就换个位置 这样才可以,否则的话,鸟儿都知道它是假的 那么今年呢,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新式武器 那么这个新式武器呢,就是一种小喇叭 那么这个小喇叭呢,它是一种超声波的一种东西 就是它产生一定的噪音 然后让把那些鸟儿,什么动物啊,都给赶走欢啊 还有地鼠,还有松鼠等等 只要是它能够撤出来 因为它用一种热鸣,可能是一种东西 它只要撤起来,由它们过来了 它就会发一定的声音,超声波 然后这个超声波呢,就把它们驱赶走 这种超声波呢,人是听不到 而只有动物,它们那个频率带,它们可以听到 我希望这个仪器能够有效地驱赶动物 如果要是这个仪器管用的话 那么我的稻草仁儿就可以退休了 老鹰也可以飞走了 不过去年呢,我们用了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用纸 就是这种纸呢,听起来沙沙拉拉的声音的这种纸 就是包装纸 那么这种包装纸呢,它有一点噪音 你只要一踏起来以后,它就沙沙拉拉的 然后把这个番茄呢,包住就可以了 这个呢,要有耐心,是个功夫活 那很多的番茄熟了以后 你要一个个地包起来 要有耐心的 是不是看上去挺好吧 动物基本上是看不见 或者是不想裸裸这些东西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用一些尼龙网子 或者数量网子 那么这些网子呢,你在Home Depot也可以买到 你在就是买别的什么蔬菜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有这种包装的网子 然后你把这种网子呢,套在这个番茄上面 然后这样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好像动物一看见这种花花绿绿的东西 好像他们就有点害怕一样 他就不想惹这个麻烦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样几个 非常有效的驱赶动物的办法 这些年来呢,我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些办法 那么绝大多数果实都顺利的安全地得到了保护 那么也有个别的一点搞破坏的 那么我们一不小心也会出现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保护下来 另外我们有一些视频 好怎样去驱赶动物 还有治疗害虫的各种各样的视频 那么欢迎大家浏览 我会把这些连结放在留言处 来帮助大家寻找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点举动 就可以帮到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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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